这不是怕你当压寨夫人 当上瘾了吗 我就想啊 你有你的人生 反正樊兴我也会帮你照顾好 你不仅要照顾好樊兴 还想要照顾好我的两个外孙女吧 哪有 亲爱的 你腿怎么样了 机缝面推开他站起身 在他面前走了两步 哎呀好了呀 所以啊完全有能力看外孙子了 好嘛好嘛一起看嘛 不过你 楚伯阳会同意吗 你不回币国了 为什么要回去啊 他肯放人 他肯不肯重要吗 哎呦 怎么这这是 是你骨头硬了 还是他骨头软了 怎么样 大星星 要不要给我一个 让我好好操练一下 你打算有哪个 你打算给哪个 哪个都不想 放过孩子们吧 好不好 那就 女娃娃吧 你们在说什么 这是我跟星星的约定 跟你没关系 不要插嘴 你跟他的约定 什么时候的事 并没有 跟我玩赖账 沈发信 不用敢啊 你要是不同意 那你等着 指不定 哪天你早上睁眼 发现孩子少了一个 阿川 问过我了吗 问你你同意吗 绝不同意 那不就得了 孩子还没出声 这事 等下来再说 好的 我时刻记着就好 沈繁星松了口气 又隔两天 外国女王带着两位医生 出现在了沈繁星的房间 沈繁星受丑若惊 此刻的房间里 几乎站满了人 奶奶婆婆妈妈 爸爸 博锦川 七莫涵 博锦行 桑鱼婉婉 由来亚女王 丽雅 还有她带来的两名医生 国宝产子 也没有这个阵仗吧 再想想那些未露面的医生 博锦川约来的 七莫涵找来的 妈妈带来的 如今再加上外婆带来的 沈繁星难免想象了一下 分娩时的场景 十几个医生围着他 看着他生孩子 伸手扶了扶额头 实在难以想象 由来亚女王亲自到达平城 看望自己的外孙女的消息 以最快的速度 传遍了整个网络 沈繁星缠子 一时间成了万众瞩目的一件事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